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你们来了 小夏 这么晚了把人召集过来 有什么事啊 你们认不认识 一个叫荆威霜的人 当然认识 他是公务处处长 我经常去采访他 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人 今天晚上 他还在庄园楼的龙凤包街 请人吃饭 你就为这件事情 把我们都找来 怎么 他请客有问题吗 请客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发现 有人在跟踪他 你是说有日本人在跟踪他 不是 好像是特高科 或者是真机处 总之非常刻意 这山田界二 派一些假模拟的杀手 在租界继续行刺 我原本以为 他们的目标是冲点你来的 可是当他们去刺杀 约翰逊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怎么 你觉得他们另有企图 日本人之所以在租界的行动受限 很大程度 是因为工部局的中国官员 在聚里力争 你的意思是说 山田他们的目标 其实是金为霜 如果他们成功的话 就能加快他们控制租界的脚步了 借刀杀人 借的还是我的刀 金为霜今天晚上 在状元楼的龙凤包厢 宴请客人 是 那个包厢真是非常精美 打碎了 有点可惜啊 要不我们再换个地方行动 混蛋 客长是那个意思吗 丢人现眼的东西 出去 是 是 客长 金为霜晚上邀请的是商界的一些人 您看 全部杀料 那么多人 加上保镖 还要全部用刀 这难度恐怕有些大 巨风小队的成员全部出道 你安排人在外面接引 那万一寻补房的人来呢 今晚我就坐镇巡补房 不会让张昆出动一兵一卒 明白了 快不得山天静儿 让我取消巡补房的所有巡视 晚班的巡补要在巡补房集结待命 原来是为了方便他们的行动 其实他是多虑了 要正有什么事 巡补房的人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看未必 巡补房的人如果认真起来 那力量可是不如小事的 你听听 你能不能别总小是我们巡补房的力量 好 我错了 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 怎么破坏山田的阴谋 以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 他们用记者报道刀客杀人 我们也用记者报道特高客假扮刀客 这个我去安排 特高客和征集处的人肯定在周围巡视 你要怎么安排 今为双请客 我也请客 假装我过生了 把我的同行好友 全都请到状元楼来 小夏 你有把握对付那几个人吗 对付那几个人我还是有把握的 况且你们一定还有别的安排 不是吗 我不能离开巡补房 但是刘大哥他们可以 山田接二有一点估算错了 巡补房不是真机处 就算我们不听命令 他们也没有办法拿我们怎么样 彩儿 谢谢啊 大家手里都不宽余 父母给的零用钱本来就少 能拿出这些已经不容易了 我家倒是有钱 但是都有我阿爸管着 我没法开口要啊 那怎么办 这些钱只够买一些纸笔 自己回来写的 要想大量认刷还差得远呢 行 钱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 你们就不用管了 其实我昨天到达北区散发传单了 那里的百姓反响很是热烈 表哥 那是日本人控制的地方 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就去了呢 最需要宣传的地方就是日战区 为了大家的安全 我自己就先去试探了一下 表哥 遇到特务了吗 遇到了 但是他们看完传单后 就骂了我一句多事 就放我走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看来我们真的需要加大宣传的范围 那样的话我们需要的钱就更多了 我说了 这事我负责 我汉才 说话算话 嗯 晓晓 把这个图纸交给你大哥 叫他下午安排人开工就好了 好的 看见采儿了吗 没有啊 彩儿又不见了 我这可就奇了怪了 她也没工作 一天到晚忙活什么呢 是啊 也不说帮我整理一下家务 承天忙得把她忙得不行 看 谁说我承天没事干呢 大嫂 我现在不在 你已经学会在背后说我坏话了 水月说得没错 你就是我打小把你惯坏了 你说说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师父 没什么事我去工坊了 你看看人家小夏 又聪明又能干 里里外外帮了我多少吗 她平时干什么事 你也不是全知道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是说啊 她总去找那个女记者 经常丢下工房的事情不干 对啊 嗯 男欢女爱 人之常情 她和那个女记者见面那是正事 哪像你呀 以各种理由推脱和张坤的婚事 你要是嫁出去 我才懒得管你呢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 对啊 阿爸 我今天来真的是有一件正事找你 你 还有正事 这 这什么东西啊 哪儿来的 这是我设计的 这儿可不是什么反日的宣传啊 日本人看了也无话可说 现在国人浮夸成风 重阳媚外啊 是该有人出来说说话了 批评批评他们 我说吧 我这可是正事吧 你在外面发放这些东西 万一那些日本人翻脸了怎么办 他们可都是一些不讲道理的人呢 大嫂 你也是识文断字之人 日本人他再不讲理 他可是要脸的 那要是因为这些 而把我们给抓了 那怎么向外界交代呢 你说了这么大半天的道理 你找我干什么 好 我 我们印这些宣传单需要花钱 钱不够 蕊月 问问他需要多少钱 只是给他得了 真的 太好了 你居然答应了 你这孩子多大了 悲规矩 让你草子要钱 说吧 你要多少钱 我去给你拿 五百 五百啊 越多越好 到了 美国 金厂长 可把你给盘来了啊 行啊 行 行 请 请 好 请 这是上好的龙锦 张团长应该很难喝到吧 这以前倒是经常能看到 可现在啊 还确实是不多见了 这是为什么 山田科长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现在这个世道 上好的西湖龙锦 几乎被日文军方全部给垄断了 这就是大事 张团长虽然身在朱介 但是应该提早为自己谋一条生路 山田科长就一定认为 这个神秘刀客今天晚上会出现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失算过 是吗 金处长 咱们在租界里这些商人 可全都仰仗老兄赵颖啊 赵颖自然没问题呀 但是你们也要早做准备呀 您的意思是说中日联合商会的事吗 我们不想参加 可是也不敢明着得罪日本人哪 对啊 你们要跟唐祖光唐老爷学 人家码头挂着工部局的名头 虽然交了些费用 但是能保证他平安无事啊 可我们不能每家都挂工部局的名头啊 再说了 工部局未必瞧得上我们 你们都是老江湖了 那怎么这点事还不明白 你们呀 可以把企业股份划开 找个外国人入股 有外国的董事 谁还拿你有什么办法 这可真是个好办法 这些外国人得到了好处 我在工部局 为诸位说话更有说服力 这才是共赢之道啊 对对对 来来来 进来金处长 来 金处长 金处长 说得对啊 来来来 好 来 好 来 车子准备好了吗 处长放心 都准备好了 等他们得守候 马上带他们上车离开 是 大狗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啊 听到中原楼有喊声 我们就上 对不起 那天晚上 你ane 鸟 我看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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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来 来 小刘 今天去做采访 怎么样啊 挺顺利的 Nine 刘 utz 刘 刘 刘 OK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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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刘 刘 cultura 来 来 怎么回事 怎么 怎么回事 怎么了这是 大家别急 我去看一下 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看来已经得手了 外面有敌人 赶紧抖到桌下 杀人了 杀人了 怎么回事啊这是 杀人了 杀人了 行动 好 封锁警戒 你们几个 警戒 情况有些不对呀 你马上去通知山田客长 我过去看看情况 山田客长现在在哪儿 军部防 是 我是张坤 探长 赵云楼发生鸣案 我们已经控制了现场 总探长通知了吗 通知了 金处长受了惊吓 公布局的其他官员也在赶来 行 我马上过去 好 庄云楼发生了命案 我得赶紧过去一趟 既然是神秘刀客的案子 就应该由我们特高克来处置 说是有好几个刀客 不是哪个什么神秘刀客 公布局和总探长都已经过去了 好 我先过去了 是怎么回事 丁处长 丁处长 叫你们负责人出来 这 不方便吧 这 丁处长 再拦着我 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让开 这 躲开 干什么呢 丁处长 不是兄弟不给你面子 这个案发现场除了办案人员 其他人不能进去 好 我去找你们总探长 他答应过山田客长 同意特高克进入办案 那个 总探长他一会儿就到 您可以当面跟他说 约翰逊一会儿来 对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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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我认识 是仙兵队的军曹 叫戒雄二 我不叫戒雄二 你们是日本仙兵队的 是谁派你们来刺杀我的 军主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如果不是神秘刀客 我今天就死在这几个 日本人手里了 你说他们是日本人 是的 要去行动了 我不是说过很多遍吗 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 不说就不说 干吗那么严肃啊 你没有事情找我的话 我去回房休息了 我去找你 一盘好棋 怎么会下成这样 对方提前查诀了我们的企图 对我们进行了反军 你的意思是 有人泄密 到座客 您不会怀疑是我吧 我 我可是严格按照 山田客长的命令行事 或许是 我们跟踪的人露出了马脚 又或许 是埋伏的时候 被敌人给察觉了 总之 整件事情 处处透露着蹊跷 你说 神秘刀客 也提前进入了壮阴楼 进行埋伏 寻步房也提前进行了布置 就连那些记者 也在现场聚餐 目睹记录日常各国程 工部局 记者 明天上海滩的舆论 可是热闹得很 是属下犯的错 属下愿意接受惩罚 现在还不是 谈论责任的时候 我问你 公有几名下属被捕 郡王一名 被捕三名 事到如今 只能把责任 推到这三名士兵身上了 你想办法通知他们 整件事情只是 他们自己的个人行为 不能说是奉命行事 是 我明天就去向 英法令氏汇报这件事情 日本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竟然对我和工部局的 官员下多手啊 我们现在虽然现场 抓到了凶手 可我觉得日本方面 未必会承认这件事情 现在人葬驱火 他们还能抵赖吗 我们是抓住了凶手 可是他们并不承认 并没有说幕后的指使 只是日本军方 他只是承认 他们要对金维双处长 进行刺杀 那你说怎么办 我估计 明天日本方面 一定会过来跟你交涉 我们可以静观其变 看看他们怎么说 然后再指定下一步的计划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总要给我一个交代 是 卖帽 卖帽 日本线并假冒刀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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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刀割出手 抓捕真凶 给我一份啊 给我拿一份 好 给我两份 卖帽 卖帽 日本线并假冒刀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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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让我们家菜儿了 大哥 你别管 小夏 你跟我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去吧 去吧 我们家这小妹我都惹不起 怎么了 你看看 你敢说不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这么做吗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就不能告诉我呢 我跟你说过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告诉你 而且这次的行动非常地危险 走 彩儿 我真的觉得你现在越来越不讲道理了 是我不讲理还是你不讲理啊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我 却能告诉那个女记者 一鸣为什么会在状元楼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凑巧 她就出现在那儿了 有那么凑巧 你自己信不清楚 这有些人啊就是命好 过个生日都能碰到这样的大新闻 这么大的新闻我可不想碰到 刀石现场打打杀杀 我们都吓坏了 那你说 日本人这次搞出这样大的一个事端 要怎样更攻不决解释 我又不是锦川 我怎么会知道 对这次的事件 我深表遗憾 并对受到伤害的诸位表达歉意 我去看 日本军方人员 秘密厮杀公布局的官员 这么大的事情 不是一举遗憾和歉意 就能够解决的 必须严惩凶手 这个我当然同意 但是据我了解 这只是这些士兵 个人的一些行为 跟日本的军方没有关联 所以说 你们要审判这些凶手 我们可以协助你 你这是错词 如果没有军方在后面支持 几个士兵怎么会做出 这样的举动呢 证词呢 证据呢 如果有巡捕 对我开枪行刺的话 难道说 就是约翰逊先生 在幕后主使的吗 打错咱们 然后 tu 請 你 对吧 帮主引员еру 栈素 昨天晚上你的兄弟 可是很不给我面子 他们也是职责所在 也别怪他们 不过我倒是奇怪 他们怎么会在那儿 那块是他们负责的区域 那出现的时机也太巧了吧 丁处长又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 据他们所讲 您出现的时间 比他们晚不了多少 巧了 我正好也负责那块区域 对 丁处长 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其实张探长大可不必紧张 山田科长这次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我表面上紧张 可是我心里开心 你没见他之前 那悟空一切的样子 不怕任何人放在眼里 其实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现在这个局面 又让他们搬回议程的话 估计我这个探长的位子 也错不了多久了 我之所以输出埋伏人员 也是处于自保而已 走了 总探长 结果怎么样 惊传一口腰顶 是士兵的个人行为 跟日本军方无管 我猜到他们会这么说了 倒是您 您不会让这件事情 就这么不了了之吧 当然了 日本军方会向工部局 正正道歉 并且今后要绝对保证 工部局和各国领事的安全 他们这个算盘 倒是打得挺轻啊 这是外交商的事情 对于金维尚和我的遭遇 他们还会给予经济补偿的 我喜欢 来啦 来了来了来了 快快快快 国家 那��壁作 package 警察大佐 请问日本仙兵队的士兵 为什么要杀害金维尚 是啊 他们是属于爱国热情 仇恨租界工部局的 中国官员 才注下大 sle 那为什么要刺杀 约翰逊总探长呢 对呀 对啊 为什么 那些案件 是神秘刀客所为 与我们无关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一定是神秘刀客呀 为什么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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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说一下 大可阁下 请您回答一下 大可阁下 请您回答一下 大可阁下 说一下啊 你们回答一下 大可阁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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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说彩儿有一个好父亲哪 真是让人羡慕啊 肯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 这下好了 我们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我阿爸只是担心我的安全 所以才老管着我 其实对于爱国这种事情 他还是很支持的 没错 对了 今天的报纸你们看了吗 那个神秘刀客实在太厉害了 别跟我提他 他就是一个骗子 撤头撤尾的混蛋 彩儿 贝贝 他这是怎么了 搞得好像认识神秘刀客一样 他有时候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你能不能认真干吗 那倒也是 我们走吧 我表哥他们还等着我们 好 彩儿 我这个徒弟啊 哪儿都好 就是这脑子呀 有一些记不得以前的事情了 这个我好像听他说起过 易小姐 你不会因为他这个毛病 看不上他吧 不会的 我不是一直帮他 在找记忆的线索吗 他如果能想起来 那固然是好 如果想不起来 也不影响他的生活 你能这么想 简直是太好了 师傅 晓晓 晓晓 你呀 在这儿帮我好好招呼客人 我工房那边还有点事 好 那你先去忙 你慢聊 慢走啊 师傅 你找我什么事 你笑什么 你不是有事找我吗 是啊 你这个人真是的 我没事就不可以来找你了 好吧 对了 对了 你昨天的表现非常地好 这个是奖励你的 就一件衬衫 你这个奖励未免也太寒酸了吧 那好啊 你请我吃饭 你奖励我 我请你吃饭 是啊 怎么 你不愿意啊 愿意 愿意 喂 我是上官 木偶小蛋开始唱戏了 你打错电话了吧 火烧了房子还瞧唱本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让我去吧 你当我都去盒子 我去找你当行人 干吗 你不能拷太多了 你必须要打捏好吗 我说 你必须要打捏好吗 你不能打捏好吗 我不是给你帮我 你还当真了 只要是你请 我都喜欢 那进去吧 中情方面 对你迟迟没有 除掉和明剑 很是不满 幸亏我从中斡旋 才给了你立功的机会 坐吧 镇长 我和杜静云 当面聊过了 他说了什么 他没说太多 他只是告诉我 重情方面对我有所怀疑 但是我已经用 我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我的忠诚 他说这件事情 回去会帮我跟尚风 解释清楚的 那个女人不可靠 她说的话 你不要相信 是 我只听从战长的命令 山天接二 对上海军统战 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我来之前 尚风接见我 要求尽快除掉他 为死去的特工们报仇 镇长 刺杀山田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需要严密的部署和计划 上海战所有的战长 都接到了这个命令 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 所以 行动必须尽快进行 多久 一周之内吧 一周之内 这太脏错了吧 这是命令 否则 已临阵未战论处 粗茶淡饭 让你受委屈了 我可没觉得委屈啊 今天的晚餐吃得很愉快 对了 坤哥有没有跟你说 下一步的计划 我今天还没有跟他碰面呢 要不然 你现在跟我一块儿去 可以 彩儿 你怎么了 没事啊 时间不早了 赶紧回去吧 你们两个怎么一块儿来了 我们正好在路上碰到 怎么 有新的行动计划 日本人昨天晚上 吃了一个大亏 这下戒备肯定更加森严 现在不是行动的最好时机 理事馆那边 坤哥有计划吗 计划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等待一个时机 你放心 我答应过你的 绝不会誓言 我相信你 不过请你尽快 那个 你先回去吧 我跟一敏说点事 好 那我先走了 怎么 是不是军统那边 有什么消息了 梅战长回上海了 他回来了 他回来 以咱们安排的第一件任务 就说要在一个礼拜之内 刺杀山田接二 这么急 他是怕功劳被别人给抢了 所以啊 他要求咱们 必须尽快展开行动 梅战长 撕心太重了 你应该向上级汇报 越级汇报是军中大计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这么做的 现在军令如山 我们必须执行任务 你是通知行动组的人 从现在开始 二十四小时 监视山田接二的行动 是 由于你们的失误 是帝国蒙羞 公本领事和藤条司令官 不得不出面 向鹰罚领事请求原谅 大门应有赖点训斥 而这一切 都是你们造成的 大祖国家 我会采取极客行动 弥补我的错误 你现在需要的 不是行动 而是深刻的反省 是 其实您也不用太在意 胜败乃兵家常事 对我来说 失败是不可原谅的 不可原谅的 我 大哥 你说这事 咱们去还是不去 去啊 我当然得去 不去 他们以为我怕他 怕什么呀 阿爸 你这孩子 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你没看见六叔在这儿吗 六叔 您好 彩儿 都是自己家人 别这么多礼数了 看吧 还是六叔对我好吧 不像我阿爸 总是教训我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六叔 这请柬是给我阿爸的吗 涂怀志 是这样 涂怀志和京也 不是搞了一个 日中联合商会吗 现在装模作样的 要搞什么会长选举 这种场合 阿爸还是不要参加了吧 我当然要参加了 我不仅参加 我还要请我所有的亲朋好友 一起去凑热闹 我还要走 山田还没有出来吗 看样子今晚是要住在这里了 买醉寻欢 这太不像是 山田戒二的作风了 哪个人都有弱点 说不定这次山田戒二 因为刺杀金维霜失败的事情 受到了指责 心情低落也不一定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这样 你通知行动组的人 除了继续跟踪之外 不要有任何的动作 时间紧迫 你要抓紧时间下定决心 对了 要不要通知小夏 不用了 这是军同组织的行动 他参加的话容易暴露身份 还有 你以后不要像以前那样 私自通知他行动计划了 你这是提醒还是命令 是命令 那我服从 那我服从 阿爸 徒怀智阴险狡诈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小心 阿爸应付得来 慢点儿 回去吧 是否这是去哪儿啊 原来你还知道关心唐家的事啊 原来你还知道关心唐家的事啊 不是 好端端的 你又怎么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 请请 里面请 请 怎么人来得这么少 那些伤人 你都说通好了吗 放心好了 人都到了 放心吧 我都打好招呼了 放心吧 说好了 今天选举会长 如果唐爷前来参加会议 你告诉所有的人 选举他为会长 不是 大左阁下 不都说好了我当会长的吗 难道图先生的志向 仅仅是个商会的会长吗 是吗 好 我明白了 那我就听从大左阁下的安排 回去吧